大家好我是Suzi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道清爽开胃的凉拌黄瓜 首先我们准备两根新鲜的黄瓜 用水把它清洗干净备用 然后我们把黄瓜的两头切掉 然后我们用菜刀将黄瓜拍散 切成小块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大蒜30克切碎备用 生姜10克切碎备用 小米辣一汁切碎备用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不加 准备几根小葱切碎备用 最后切一点香菜 单独放在一个碗里 下面我们准备调料汁 加入蚝油25克 加入生抽5克 加入香醋3克 加入白糖2克 加入食用盐1克 加入食用盐1克 加入麻油3克 然后我们用筷子 将所有的调料搅拌均匀 调料拌匀 搅拌均匀 再加入黄瓜里面 继续搅拌 最后加入切好的香菜 搅拌均匀 即可装盘 哇好香啊 美味的黄瓜就做好了 黄瓜经过拍打以后 非常容易入味 吃起来清脆爽口 有点微辣 美味下饭 吃饭的时候 来上一盘 比大鱼大肉 还受欢迎 如果你也喜欢 也来试试吧